如果红发未能阻止凯多 帅领百兽团前往点阳战争 如果卡普为了保护路飞 不惜公然判处海军 在过去的几年中 白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这样的同仁作品 虽然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必然趋势 但据一刀小端主线 许多强者一念之差 却是完全有可能将故事带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海明恩除了讨论原作中已经发生的事 亦总会畅想另一个平均时空 又该是怎样的发展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 便是由画师Jester Clay创作短片 解说视频已经得到作者授权 这是一段发生在和之国之前的故事 大麻团墙和百兽会合 我们该怎么阻止他们啊 海军总部收到消息道伯曼难难自语 然鄙视海军正忙于围剿七五海 是在腾部之手对付双晃联盟 关键时刻黄元主动请应 需要我去吗 萨卡斯基 这一瞬 沉默的元帅脑中闪过很多考量 和正史不同 这次赤拳间现在同意了黄元的提议 于是摸鱼大将即将支撑阻击大妈团 不久后 逼个妈妈海鸡团主见 女王妈妈圣哥好船头 四皇连连阵营分大笑 一往昔真容岁月仇 他提起洛克斯团和凯蒂种种 心情愉悦 而此行除了少数子女留守 大部分高手都跟母亲一起远镇和之国 阵容不可谓不好华 我已经等不及了 四皇如是说道 在这时一扁突身 立于传闲佩罗斯佩罗听见呼啸 再细看 他发现远处好像有什么光团接近 还没有反应过来 大将黄元的身影已经冲到糖果大臣脸上 顷刻间 接连爆炸吞射长子身影 一旁的将心思慕及健壮大胶拨好 正于让家人们迎战 却剑重重叠叠心芒闪耀 等他反应过来 毕竟哇的吐出一口老血 身体被激光精准冻穿数字 堂堂将心惨被秒杀 激光爆炸动静 很快引起大妈注意 但可而大量阴陈 四皇暂且不确定来是哪位高手 接下来第十九子门多尔成的目标 这位角色在万国篇有过挺亮眼的表现 但遭不住双方实力差距巨大 黄元化为光芒以折线路径突进 倒霉的门多尔不出意料也躺在地上 刚一登场秒杀数人 黄元恐怖的速度倒是挺符合原作中的人设 最后他的目光扫过战场 准备来不大的 速战速决 当即祭出著名的巴士穷狗欲 但你这期大妈团无人吗 下一刻 熟悉的铁塔般的残影飞速接近 来者从正面突袭 但被大将轻松闪躲 悬赏十亿五千七百万倍列最强将星卡塔库利 愤怒圈在黄元身后 一如既往地为守护兄弟姐妹出手 到此为止了海军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家人 黄元一回头 马上认出这不是可怕的卡二吗 没有太多废话 眼下大将是认真工作不摸于形态 实行命令效率高得可怕 太一句寒暄都没说完 就化为光点出击 炫的光速梯瞬间已经到达将星脑门 但凭人能够遇见未来节超强剑纹色 卡尔及时变成年糕 卸取了这一期重贴力道 他们一方在剑纹色领域登峰造极 一方在速度方面无人能及 可降级和黄复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黄元或许是卡尔此生遇到过最难传的敌人 他下意识瞪大眼睛 看着强敌的身影 消失在诡异随接交错光柱中 剑纹色精力铺开 捕捉转圣即逝的战机 为了家人 他绝不可以在这里倒下 别小看我和家人的羁绊啊 可看见所有未来后 不知何时 他打哭力闭上双眼 可谈光的速度快到让人绝望 他所看到的未来 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啊 因为根本跟不上对方的急速 刚练及此处 大将薰影子双方垂落 又是一脚狠狠落在卡尔身前 这脚力道极强 直接把家庭踢向天边 有点小郁闷的黄元 反思自己好像用力过头了 直到此时 大妈团真主才终于姗姗来迟 眼睛大将低头躲过背后偷袭 四皇愤怒至极 手持魔感满普罗米修斯登场 一鹤波鲁萨利诺之名 如一堵厚重城墙拦在黄元前方 冒昧入侵者 你可以请准备好迎接灵魂女王之怒 单纯的火焰攻击 若在自然性能力者身上毫无动静 元素化规避了百分百的伤害 黄元还没有拉开距离 玲玲不爽训斥普罗米修斯 竟作些无用功 你忘了唯有霸气 能有效对抗自然性吗 作为海贼王中 可能迄今为止身体天赋最强之人 纵使玲玲从未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仍达到顶尖强者Gale的水平 其蓄力一拳有数米黑雷缠绕 若在黄元身上 愣是给后者干的口鼻一血 这一次轮到大将被云然打飞了 没着急重返战场 黄元在半空亮起激光 以两刀光线攻击大妈正面 但一身肥肉的钢铁气球躲都不躲 表示就这 根本不疼好吧 太阳之火至燃烧 玲玲一头乱发 她一伸手 其日比起后来和之国片中 当果实能力融入战斗四皇 万国片陷入疯狂 本能乱砍零零更有压迫感 以她从小展露天赋 本该在霸气和进战方面 更加强大才对 而今四皇已然失智 别想逃 紧跟俯空的大将 在普罗米修斯的托举下 大妈邪无敌之势一飞冲天 半途中 此道已经挥出 月牙般的剑刃刹那临近 这是什么月牙天冲 对此 黄元没有应接 又使元素化躲开所有伤害 不得不说 三系理论上却是挺赖皮的 总之她一边准备反击 一边感慨 这剑术分明来自巨人族啊 在看时 好几把天从云剑 全部在黄元身边 另一边大妈一击不中 已经马不停铁 酝酿第二刀 下一刻 有几把光剑同时展出光刃 与四皇强的霸气冲击 悍然相撞 此轮双方竟然拼了个平手 不 准确来说 已经知道是七刀流 大将甚至还略胜一筹 大妈并未全部防住 身上多了许多皮外伤 可这仅阻止她零点几秒 凶悍的灵灵几乎不受影响 又是一刀朝黄元砍来 但黄元最变态的地方 永远是她超越四皇的速度 反观灵灵放在四皇中 分钟程度却数一数二 于是没有任何意外 大将躲过之招同时 已经完成绕后 其锁过之处 光剑留下万人的残影 可怜的灵灵背后又中一刀 染海上皇帝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又交分数个回合后 灵灵抓住破绽 长刀劈砍而下 黄元两把天从云剑交叉阁倒 可惜终究抵不过 世界最强老太婆的蛮力 短暂僵持后 光剑断裂 拿破仑落下 大妈长刀一横 大将才被拍向甲板 再次引发剧烈爆炸 毅然分魔大妈 一颗也没有为儿女担心 她尽时伸手抓向生下火焰 竟仿佛一把握住实质 跨越到达主间间的距离 四皇引动天上之火 一片红矮炸开 对黄元所在区域实现二次打击 待火焰散开 灵灵已经单手拎起黄元 似乎胜负已分 不过降级强者 远没有到倒下的时候 灵灵察觉到不对 下一刻 极有两只游光构成 元素阿巨犬夹击而来 难道熟光之巨人要出现了吗 形势瞬间反转 大妈被逼到夹粪 呼的 四皇仰天咆哮 以惊天霸王色 震散一切之骨 人还和先遣一样 有这么一耽搁 战斗节最后落入 速度占用的黄元掌控 黄元从上方 一拳轰得灵灵以头枪地 灵灵刚爬起来 左脸夹上再次挨上一脚重踢 笨重坦克无力阻止 只能坐视敌人上下翻飞 从头到脚踢了个遍 此回合结尾 波罗萨琳诺以真面一拳结束 拳头上远程发射光波 炸得大妈不由仰头 骗个后 痛苦灵灵感慨 你竟然招招附带内部破坏的技巧 这是当然 几十年过去 这佛情报怎么可能不知四皇的弱点 大妈肉体算外部阴导极致 但针对内部的伤害依旧有效 连番受挫 实在是把她逼急了 长刀拿破仑已经在刚才混战中掉进火海 一时间寻找不到 普罗米修斯便让烈火攀上妈妈的手臂 燃烧头发和B绑连成一片 大妈进入少见火拳状态 或许真正以体力为主 过失为辅 才是理论上别个妈妈的最强姿态 既然捕捉不了黄元的身影 那她便轰出无数拳 让巨大火拳占据所有空间 这算不算是像草帽小的偷尸呢 让人有点无力吐槽 大将速度依旧很快 但大妈现在已经能够捕捉她的轨迹 黄元看出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远离 周围燃烧的火焰 似乎全方位提升了四皇的属性 不仅如此 黄元眼前有耀眼光芒亮起 一枚巨大无比的火焰弹 包裹在黑雷中朝她当头照下 四皇瞪大眼睛 确认对方的身影处在爆炸范围之内 这下够你好受的吧 结果直呼真可怕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感情刚才下边被大招命中的 只是个光风声 什么时候调换过来的 来不及细想 国外中光点从深 四处飘散 接连有像黄元所在 大妈心头闪过不祥预感 没有选择硬扛 上面墙底设置无数的大黄求天纸 在甲板上炸开了一簇簇火团 但大妈全都躲过去了 打了这么久 灵灵已经稍稍恢复理智 不及要身后救自己的大船 中途左挪右闪浪费太多时间 这次换黄元搓个旧级AOE 混蛋 你要毁了我的船吗 四皇的愤怒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是这闪光 像一头巨大猿猴喷吐能量弹 什么未受欲行为 这一次 灵灵没有闪躲 而是将自身霸魔色提升到极致 准备应接直奔船体而去的终极大招 黄元镜中补了几道激光 差在此时 逃出火害的拿破仑 大喊我来助你 一跃向大麻方向 弹刃在手 制裁八方 崩壮下坠玲玲双手持刀 全力对战 但不少激光直接绕过大刀 黄元就有本人毁传去的 一身惊天冻结巨响 一片闪下路人的白光盖过一切 大将组继任务似乎就要超额完成了 可忽然间 萧烟深处 有另一道更加闪亮的光源亮起 看得大将为之一愣 那是什么鬼 花音未落 他的右手就被激光穿透 哈哈大笑玲玲 其而权仙作机安然回归 他将之秘密为亥伯龙神 在希腊神话中 亥伯龙神又被称为最早的太阳神 掌管日光和光明 他是天空 太阳 光明的象征 灵灵是向黄元解释 你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我可以利用你的闪光 这一波 堪称我的机制在你之上 黄元果实将自然系创造出的相关元素 变成魂器 这用法理论上完全可行 但既然魂眼无法伤到你 那同根同源的闪光呢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将皇对峙 大战将起 新一轮战斗正要开始 以上就本次同人作品全部内容了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